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江苏徐州封县 生八个孩子的母亲 性弯的受害者 被拐卖到这里的女孩 李莹的家的附近 已经完全被封锁了 由于近日来不断有人去那里拍视频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说也引起了中南海的震动 由于去那里采访的人们 不断地能曝光出了更多的内幕 使中共拐卖人口的这种现象 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的关注和震惊 所以大家看当地政府显然是 怕这些更多的消息曝光出去 他们现在开始封锁消息了 不让你接触到性弯案的受害者 大家看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 真是黑白颠倒 性弯案的这个主要罪犯八孩子的父亲 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制裁 他居然还成了网红了 他还到处出广告 还大谈什么特别善良 刚才是帮着婚庆公司做广告 现在又帮着装饰公司做广告了 他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惩 反而还到处去走学 去挣罪恶的钱 去发这种血腥的财 在这里他也谈善良 很善良 奇怪的是这些商家们 他们的心目中 看来也没有是非善恶黑白之分了 这些商家们看来是 只要能挣到钱 不管你是什么来路的钱 不管你这背后是有多少妇女儿童 遭受残害 他都一概不管这些了 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了 还把这个罪犯捧起来 当做网红一起乘热度 现在经过网友多方查证 已经得知 徐州丰县被锁着狗链子的 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他们称作阳霞的 实际上他就是李莹 就是四川的李莹 李莹是家里的独生女 她的爸爸叫李大忠 是西藏武警转业 后来到南充市粮食局工作 她的妈妈叫莲小青 是物资局的 李莹上小学六年级 十二岁的时候在路上 就被拐卖到这里了 李莹被拐卖失踪后 她爸爸整天思念自己的女儿 由于思念过度而去世 李莹的妈妈再婚 没有孩子 当地一个网友爆料说 李莹十二岁被绑架到我村时 不知道之前遭受了多少非人的罪 她性格倔强 死不认服 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她借势就跑 人靠近她就咬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罪犯 擦成了网红的这个罪犯 他们就把李莹的四肢捆起来 然后把李莹的牙都敲掉了 可想而知 李莹该遭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 李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还有网友披露说 李莹刚刚被绑架到这个村子的时候 她的面容身材都很好 侵害她的不只是董家父子三人 还有多名村官 因为她性格倔强 反抗激烈 牙齿被撬断 舌头被剪 早期女子喊叫 还灌药 甚至是捅了她的嗓子 在残酷的折磨下 这样才导致她精神失常 此后 当地官方分别以县委宣传部 和联合调查组的名义 分别发出两则通告称 当事人杨某霞 1998年6月被董妇捡来的 同年和董某民领取结婚证 不存在拐卖行为 后来面对舆论压力 徐州封县警方居然改口称 这名女子身份不明 公安机关把她的DNA 录入数据库 未发现匹配人员等说辞 有一个网友爆料说 仅在2006年时 南都周报就派记者 去调查当地的 失踪儿童的案件问题 发现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 失踪儿童就数以千计 绝大多数案件 警方都不予立案 甚至拒绝提供现场的监控录像 还有人曝光说 女人在中国成了四季畅销的商品 她们被人贩子从云、桂、村等贩卖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 有的甚至是被扒光衣服 用绳索捆着手脚公开售卖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之后 这些被拐卖的女子们就成了她们的奴隶 蒙受着难以想象的摧残和柔力 还有人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 将拐卖人口的这种现象写成了一本书 她说 自八十年代以来 拐卖妇女的罪恶仓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山东和河南交界之处的一个热闹的集市上 人贩子公开排卖妇女 从十一二岁的女孩到六十多岁的老婆婆 从农家女到研究生 只要是女人就有人卖就有人买 近江苏徐州一地 仅在1986年到1989年的三年中 近五万名妇女被拐卖到当地 有些村被拐卖的妇女占当地的青年三分之一 而同山县一庄乡牛楼村拐来的妇女 就占全村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 这个调查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贵州女子李小兰 被拐卖到徐州后 人贩子民共沾档的将她捆绑着送往买主家 当时正好一个警察路过看到了 这个李小兰就向警察求救 可是这边警察将李小兰带给了自己的堂兄容力 之后又把她卖掉获利1800元 董广平对大军表示 失踪人口的案件其实很好查 中共都有大数据 找一下失踪人口和拐卖人口的大数据对比照片 一对比DNA 很快事情就查出来了 对她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她就是不查 中共当局为什么不查 董广平表示 拐卖妇女是一系列的团伙作案 包括一些寄生人员 公安局派出的警察 寄生干部 民主局都参与其中 他们都勾结在一起 是团伙作案 他一直说打拐打拐 只是打了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打拐需要很多的经费 中共的这些公安不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上去 因为打拐需要出差要办案 地方政府要拨出这笔钱 他们不愿意办这种没有油损的案子 中共每年都会抓住一两个独特的案例 或者是他想宣传 或者是这个案子很容易就破掉了 那么真正让他去办这些案子 他根本不遇立案不处理 他还说中共的这种邪恶组织是极端自私的 对他有利的事情他去做 对他不利的事情他是不会去做的 所以拐卖人口他根本就不管 从中国大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如此猖獗这种线线看 中国的很多寄生干部 一个是他们也是同案犯 另外更多的人也犯了包庇和窝藏罪 好 关于江苏徐州封县 昏口镇巴克哈德姆契性弯受害者 所在董基村被封存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里 相关事件我们会继续做跟踪报道 谢谢大家 欢迎观看推广小枫传媒走停下 并订阅和按小铃铛 及时看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谢谢大家